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56年 日本加入联合国,重返国际舞台 一直以来,日本为和平与安全保障 人权、开发等联合国的三大工作做贡献 在开发领域,日本从受援方变为援助方 成就了被誉为东亚奇迹的亚洲发展 日本认为,实现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 能为全球发展带来巨大活力 因此,与妇女署等联合国机构合作 在就业乃至构筑和平进程方面 促进妇女积极发挥作用,以实现其独立自强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在解决国际纷争中 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日本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现在,派驻南苏丹参加维和行动的自卫队 正在为当地重建贡献力量 日本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 在北重险进行核实验时 以非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在安理会商讨对策 和通过有关决议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2015年,日本第11次被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是担任非常任理事国借数最多的国家 深得联合国弊役的我国 今后将再接再厉 为联合国能够适应21世纪而付诸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